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在家庭矛盾当中 在跟人的交往当中 要学会适应这个社会 让你的环境变得明亮 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 让你的心情不会忧伤 要学会宽容别人 你的生活就没有烦恼 要学会多多地奉献自己 才能让你的生活充满洋光 用感情看这个世界 是一场悲剧 如果用理智看这个世界 是一场悲喜剧 用执着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场闹剧 用智慧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一场因果剧 很多爸爸妈妈说 我这个孩子真不好 真怎么不好 实际上爸爸妈妈的言行 就是他们的老师 所以你怪孩子 实际上就是在怪大人 孩子没有教育好 怎么会跟爸爸妈妈没有关系 所以一定要明白 用迷惑看世界 那是一场灾难 学不后看世界 那是让你走出虚幻中的觉悟 我 因为最后 我可能先打自一个 lot 儿子 我 我们 我们